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像我们说一般的顶级的职业骑手 我们看像李昌浩 像李四时 像张许 就是大家耳神能详 像中国的古力 像孔杰 像常浩 这些顶级的职业骑手 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条件 就是他们几乎都是在14岁以内 成为职业骑士 成为职业初段 超脱这个年纪的人成为了职业骑手 那几乎都没有成为顶级的职业骑士 所以大家会对于这个年龄的要求 其实会特别高 跟职业初段的距离是很大的 有些人觉得我六段再一步 不是就是职业初段吗 就好像我二级再一步不是就一级吗 那职业难易度其实差距很大 简单的说我们用一个网路上面的段位 来做区分的话 有些很厉害的六段 它在网路上面的段位是九段 那有些六段它的网路段位 其实只有在三段 那中间差了六个字 中间差了六个字 六个段位 因为其实它就代表说这一个 我们说每上去一段 如果需要的时间是两年来看的话 那这六个段位其实就差了十二年了 不能说台湾的六段 应该是因为业余的段位最高段位就到六段 所以到六段之后 它的段位其实就停止了 可是它的实力是 它往上进步的那一个空间还是有的 所以有些人在这个阶段我停止了 有些人是它的进步空间是无限 它一直往上前进 它一直不断很刻苦的去做训练 所以那个实力那个落差 其实就这样子拉出来了 那不代表说台湾的六段 它不扎实 其实你能够成为六段 你对围棋的各个基本技术 各方面的理解程度 其实一定有一个很高的水准